大家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視頻情報室 剛剛在DPU看到一篇文有關 為什麼現在新一代的相機和鏡頭的價錢這麼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但是這篇文的作者Witchard Butter說了一個論點 多數都是跟通脹和通貨膨脹和幣值升有關係 其實他也舉了很多例子 不論是Sony 不論是富士 不論是Canon 很多都是其實你買的時候 舊的模特兒在買那一刻都是很貴的 他也做了一些列表和現在去比 他在分析其實現在新一代的相機只不過是 觀感上是貴了 但實際上跟舊款的相機推出的時候是沒有貴的 我們一起看看一些例子 AFA-1除外 他的觀點就是現在AFA-1賣到大概定價6500美金 基本上是去到一個以往中片幅的相機的水平 這一點我也同意 但是你看看除了AFA-1的例子之外 例如好像這裡 2010年的Sony NEX5 他那時開賣的價錢連著16mm餅鏡是550美金 換算現在的通脹應該是668美金 那跟2019年的AFA-6100去比 其實是774元 那是只差無幾 那雖然你可能會爭取相機 但是其實兩部機 無論從那個功能 用料的設計 那AFA-6100都明顯好很多 那又看看ATICON的APSC D50002009年出的時候 其實是730美金 那如果換算2021年的比例 是907元的 那跟現在Z50比 即2019年推出 那現在的價錢比是8885元 那換句話說 其實Z50是又換上來 即是比D5000更加多功能 無反的設計 那也都比較新鎮些 但是還買得便宜了 那另外另一個例子是富士 那作者的觀點就是 覺得富士比較買得貴些 普遍來說 例如XE1 現在的價錢 即是在2012年推出 但是在2021年的價格雙等比 就是1145元美金 是比現在的XE4 不過去到861元美金 是稍稍更貴一些的 那但是另一條Live富士的XE-S10 那就同回差不多了 那都是1017元美金的比例 那另外就是普通 即是四大廠的APSC機身 High End的 那你見到7D呢 在2009年推出的時候 原來都要1700元美金的 那我都記得是 應該大概都差不多去到13000元港幣 那都有些人買 因為旗艦機的 那接著就現在的比例 其實是2000 等於2085元美金 那和Panrico出的K33 幾乎是一樣的 那無反啦 A7啦 大家比較多些人用 2013年推出 那就是現在 相對於現在的幣值 是大概等於1928元美金 那大概14000至15000元 那就是A7III 那其實呢 在18年推出原來A7III 原來也有四年多 那我都猜不到 所以A7IV應該都要來 那就是2128元美金 那都稍稍貴了一些 但是不是差很遠的 那鏡頭啦 那其實最主要的分別呢 我覺得呢 鏡頭是單反和無反的分別 那例如251.8為例呢 那Sony EG250 和278其實相差很少 那 例如Canon最便宜的 窮民三寶EF的 51.8 那是1990年推出的 那當時的價錢是130元 那是 換算回現在的幣值是257元美金 那就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了 那反而呢 STM的版本呢 都是145元美金的 那R1的版本呢 其實是204元的 那是唯一兩支 例如是Sony的 這個 這個 55.8 那和這個 7man的 51.8呢 是稍稍貴一些 那都是中間 中間 中上的價錢 那另外呢 也都會看到 其實7200呢 就 都會 升價升得比較快的 那你例如是 7200 Nikon 2.8 VR 第二代呢 就現在等於2958元美金的 那但現在 Zman那支 其實是2600元而已 那Canon 就比較升得高 那例如是 RF那支 2700元 那等於現在 2021年 2829元 那 而 普通第一代 728 2.8 LiS呢 就由 2001 那時候買2000元 那現在就是2971元 那 通脹 通貨版的比例 是比較相對偏多了 那 副廠鏡 例如Sigma 那你看回呢 其實呢 當初 2008年 被單反用的 2472.8 那現在是1099 那現在是 新的 2472.8 DCDM呢 其實都是900元 900元 那不知大家怎麼看 不過呢 其實有一個盲點位 的 其實在香港呢 大家都知道 用建議零售價 去決定那個器材 其實不太準確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你會見到 就是公佈 廠商公佈了一個建議零售價 實際上呢 其實那個賣價 可能是建議零售價的85% 就是只是賣85% 或者90% 那因為其實 每間廠商都會 遇到一些buffer 就是做回 在它一個 很漫長的 product cycle裡面 去做一些減價 和調整 那萬一如果是 就是對手 例如又出了一支 類似的鏡呢 那其實都要有一個 相對的減幅 那才可以 平衡回 那 如果你說用 好像今天 介紹這個test 如果你說用建議零售價 去做一個比較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公平的 因為都會真的 是有一點點落差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原來我就算買一部Alpha One 那其實在香港 和在美國 或者在UK買 那其實分別都很大 那另一件事就是 就是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另一個第二個問題 就是 你會覺得它 是不是真的 那個通貨膨脹 那個價值 是真的 差那麼遠呢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不同 那其實就算 以美國本土為例呢 都有可能 在2009年到現在 其實是 突然間降下 然後又升 突然間降下又升 那我覺得 反而最主要呢 為什麼相機和鏡頭 現在的觀感貴了呢 其實是 我們那個購買力低了 就是以往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聽過一個叫 麥當勞 巨毛霸的指數 就是 例如可能會 舉個例子 Exceler的數字 我不記得很清楚 但是可能 就是假設在非洲 一個窮國 一個農夫 可能要做三天的事情 才買到那個巨毛霸的 但是呢 在美國呢 可能你只不過做 做五分鐘 即是某些公眾 做五分鐘已經買到那個巨毛霸了 那其實某程度上呢 是可能反映了我們的收入 或者我們的其他支出是多了 而令到呢 相機呢 那個本身呢 是真的影響了我們 即購買相機或者鏡頭的能力的 那我不知道自己 大家同不同意 即是其實以往我想 都沒什麼說哪一代 是真是買相機 是買得是很舒暢 即是大家覺得好像 即刻扔夠錢出來就買到的 我想就算你買菲林機 買部US1 買部F4 那其實當年都是萬五元 萬四五元 那自己不過是 即是後來突然間 數碼輕了 那菲林跌得很便宜很便宜 那接著現在有回升的趨勢 那但是都是有一些距離 那其實在漫長那個浪潮裏面 其實整個器材 即你一想說真的 找哪一個位是便宜 還有底 還有適合入貨呢 其實真的很難的 那最後我都給個建議大家 即通常如果你不心急用那個器材 即當然永遠都是好像那句 早買早享受的 遲買都是便宜幾個 那正常上是對的 那但是呢 我就覺得通常呢 正常來說 我每一款機身呢 你去決定購買 而你又不急需用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一個方式去決定 他幾時要入手 例如呢 通常你會看回 他上一代的機身到現在的機身 平均那個距離是多少 例如是10 即現在最普通的 是18至24個月 即是年半至兩年 那有機會會出一些 就是Mk2 或者Mk3的改版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會 我自己覺得呢 就會等他臨出 即下一個版本 那之後呢 之前的兩三個月的時間呢 才去入呢 那就不會最低了 那好像現在舉個例 那例如Sony A7 3 三 那現在大概 坊間 即如果你和那些店鋪熟的 那可能12,500元 買機身都應該買到的 那但是呢 就再來傳 買那個 即是 A74就來出啦 即是預計9月公佈 那可能 Christmas之前出啦 那你又不要預計 A74又買回12,500元 可能呢 公佈是16,000元 那你這個價你會不會買呢 那或者即有時候 可能那個 那個feature 是不是想像中 那麼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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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那於這個位置 你衡量過不同的東西 去做一個投資 即即是例如其實 剛剛看了 A73 2021年 推出到現在4年 那如果 如果你覺得12,500元 即是去到這個水平是OK的 其實你都可以值得 入的 即是我的建議就是 那當然 你付出的代價是你便宜了 但是機能上還是保持4年前的科技 要你衡量自己夠不夠用 另一個問題就是新的機器A74真的推出了 去到18,500多了 標價 它又要去2-3年的時間才Drop到15,000-13,000 那你又會不會捨得在新的這段時間買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攝影人經常需要想和去衡量的問題 那至於為什麼現在普遍來說 感覺上鏡頭的東西其實是升了 其實老實說是漂亮了 你覺得看很多不同的鏡頭 例如副廠鏡頭的設計 以往可能以彈龍為例 其實可能都在A16那個年代 你可能見到17-50 平均都是大概2000多元一支 但是無可否認的 就是它給到光害質素給你 但是那支鏡頭的外殼 所有東西都是跟現在的標準比 都是律順一籌的 那新的騰龍 無論你加多了功能 即是在模範上面用 即是很多研發上的東西去upgrade 例如加多了VC那樣 那其實每一樣東西都對於推動鏡頭的那個價錢 那個升值都會有推動的作用的 那所以要了解了這些不同的因素 才去做一個決定 那你就會知道自己買了一支鏡頭 值不值得買 那還有DPVP5也有一個盲點 就是它沒有什麼比較 不同公司的那個相同的東西的比例 例如Canon RF那樣 你會見到其實它明顯有一個趨勢 是會比其他公司的略貴一些的 那這個就是每間公司市場的策略有些不同 那大家都需要自己去衡量 即是去進入一個新的無反系統 你是會選很多鏡頭 選Sony 還是去選RF呢 那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去想 那麻煩大家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還有有任何comment都歡迎comment 那之後呢 就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那最緊要subscribe和按鐘仔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